把你们行政组管交过来 魏总怎么了 我没说清楚吗 把你们的行政组管交过来 稍等一下 快点 怎么了 杜总 魏总正好找你有事 魏总来了 有事原因 有事原因 什么事 行政你负责 对 那我得谢谢你们 给我安排了这么大 这么豪华的办公室 魏总太客气了 我不是客气 我还得麻烦你们 赶紧给我找两个人 把我的东西 从我的办公室搬到会议室 从今以后我在会议室办公 魏哲同意加入DL的 没看出来啊 魏哲喜欢姜达琳那款 我想知道在你们男人眼里 姜达琳算哪一款啊 怎么说呢 有时候一副萌妹子的样子 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始终那么无辜地看着你 对于很多男人来讲 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那是你吧 我喜欢成熟性 去你的 魏哲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是不婚主义者 以他的个性 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影响前途 斯特拉 大学刚毕业就进了DL 从姜远鹏的助手做起 一直到成为管理合伙人兼CFO 为DL的发展壮大 立下汗马功劳 为人极其理性 决断力和行动力极强 逼供的就是她 没错 可惜李月如奇高异筹 她没能得逞 另外有传言说 就是她举报的姜远鹏 不过都是狂血来风的 没有证据 魏哲上次直播就是针对姜总的 而这次又是姜总 把魏哲请到了DL 你说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我研究过贝哲经手的几个案子 她的特点就是 剑走偏锋 不按厂里出牌 如果她真的想进DL 设一个局让姜达林钻进来 这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她上次直播 就是故意碰瓷了 现在看来碰瓷成功了 私生活方面 斯戴拉七年前通过人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富岳酒店高级销售经理 崔英俊 有趣的是 我发现这个崔英俊 业务量的百分之九十 都靠DL 干事业双伤爆棚 谈恋爱一团江湖 很多出色的女性都这样 我很理解她 你理解她 因为我的双伤也很高 魏哲手上有很多客户 就连铃铛网也是她的 她能来我们DL 果然是好事 我们DL之前擅长的是 营销传播 危机公关这一块 是我们的短板 魏哲的到来 会让我们双方 取长补短相得益仗 舒秦 你的校友 两年前加入DL 在成功地完成 两单营销案后 迅速成了合伙人 因为升得太快 很多人在背后议论 有猫腻 但我看了一下 她做过的策划案 确实在策划上有一手 有想法 有创意 擅长 以柔 克刚 私生活方面 还有个两岁的儿子 但谁都不知道 孩子的父亲是谁 单亲妈妈 DL这几个女的 还真是各有特色 光临当晚这一家 每年在公关费用上 就有四千万的业务量 再加上其他客户 魏哲每年 就会给我们带来 六千万的业务 等会儿 等会儿 我怎么觉得 你们都高兴得太早了 她那么精明的人 会别让我们占便宜 杜威廉 因为手上有 地龙珠宝这个大客户 被当时想拓展 奢侈品业务的 姜远鹏 扒搅进了DL 擅长营销 之前有个金融界的 女朋友背景很强 她借此拿到不少客户 难能可贵的是 分手以后 她还能把这些客户 留在手里 女朋友常换常新 和你差不多 跟我差远了 我又没女朋友 就怕她世子大开口 开出天价 我们将从屁都不懂 照单全收 就冲着铃铛网一个客户 多大的代价都应该请她 只可惜啊 可惜什么 可惜她是为了 姜达琳而来的 而她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我还不清楚 以上就是DL 几个合伙人的全部情况 老大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要加入DL吗 是的 因为DL美女如云 适合我 能拿下妞丽的年单 我还能说姜总是歪打正着 但是能把魏哲请到DL 那我还真是对她的能力 要刮目相看了 公关界有句行话 永远不要小看你的对手 你好 喂 周老师 今天十点半合伙人会议 你该不合胜我忘了吧 合伙人会议 我记得啊 我现在就在路上呢 就是有点堵啊 要不你们先开吧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可以等你的 别着急他们来啊 别着急他们来啊 那还有多长时间啊 哎呀 这可不好说啊 我这还没关系 这前面出了交通事故 哎哎 警车都来了 你到底在哪儿啊 哪来的牛啊 老大 这边请 走 魏总早 我知道你叫艾比 老大 看看 满不满意 我特意提出来的 你的办公室 必须是整个DL最大 还要无敌将警房 老大 我跟你说 只要你这些奖杯一摆出来 整层楼都被你给震住了 你注意到没有 你刚进来的时候 那几个女孩看你 眼睛都好像长在你身上似的 你是不是把我的堵车 背景音给换了 你说什么 我问你 你是不是把我的堵车 背景音给换了 不好意思 我上个月换的 为什么会有牛轿啊 不可能 我用的都是 国际大都市交通素材 那你告诉我是 哪个国际大都市啊 印度吗 不好意思 我上个月 刚去过孟买 魏总好 江总说 请你马上去一趟会议室 谢谢 我知道了 走 好 开会的人呢 你今天前面出车后了是辆牛车呀 我怎么还听到有英文 是印度乡下吧 别跟我啊的 你倒是傻子呀 第一天开合伙人会议你就迟到 故意的吧 你这是给我要下马威啊 不是给你下马威 是给他们 你怎么在这儿办公啊 我办公室装修呢 他们说这是暂时的 我们可是把最好的办公室都给你了 你办公室什么时候装好啊 不知道 他们说快了 你去哪儿啊 把你们行政主管交过来 魏总怎么了 我没说清楚吗 把你们的行政主管交过来 稍等一下 快点 怎么了 杜总 魏总正好找你有事 魏总来了 有事原因有事原因 什么事 行政你负责啊 对啊 那我得谢谢你们啊 给我安排了这么大 这么豪华的办公室 魏总太客气了 我不是客气 我还得麻烦你们 赶紧给我找两个人 把我的东西 从我的办公室搬到会议室 从今以后我在会议室办公 怎么魏总对自己的新办公室 不满意吗 非常的满意 满意的我都不敢用了 那什么意思啊 一个公司最大最豪华的办公室 应该是总裁办公室 总裁是一个公司的代表 总裁办公室 是一个公司的门面 你们把江总安排到会议室办公 让外人怎么看呀 你说将来我要是带着客户来公司了 人家要见江总 我带着人家去会议室见江总 你们带着人家丢得起这个脸 我魏哲真的丢不起 你误会了 江总的新办公室正在装修 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暂时是多久啊 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这样吧 什么时候江总去了他办公室办公了 我再来上班 一个公司 连自己的总裁都不懂得尊重 我真的非常地担心 这个公司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 好看吗 半会儿 好看 你 好看 走 好看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